老公节要开车出门的民众迎来好消息 从周三晚10点左右开始 圣贝纳迪诺县10号高速的快速通道就会正式开通 快速通道以安大略市的艾特湾达大道为起点 到洛杉矶线和圣贝纳迪诺县的交界处结束 全长10英里 东西方向各有两条车道 圣贝纳迪诺县交通管理局表示 这些历时4年完成的车道只是第一阶段工程 接下来还会建设23英里的快速车道 过路司机可以使用Fast Track感应器 自动缴纳通信费 或在使用车道的5天内在线支付 价格在高购买或低购买 有70元的价格 当你进入这个系统 当你进入这个系统的价格是赚的价格 作为圣贝纳迪诺县地区最繁忙的公路之一 10号洲际公路每日的车流量达到30万辆次 很多人移到南岸国 因为有更高兴的住户 但很多工作中央都在在洛杉磯里 在洛杉磯里 所以在那些空间的购买 非常有嚴重的购买 在每天的行驾 新讨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刘杰 加州圣贝纳迪诺县采访报道